所有的医学统计发现说 只要你每周有五次的运动 每次有30分钟 也就是说每周达到15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 基本上减少癌症的机会起码一半以上 事实上在过去30年 台湾的所谓的中年 中壮年就是30到50岁的癌症大概成长了一倍 很多人以为说 癌症应该跟遗传是主要的因素 这遗传都要经过几百年 甚至千年万年的一个遗传才会改变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不是先天 应该是我们的生长环境 我们居住环境改变 因为工业化 所以台湾的环境基本上有比较多的毒物 这毒物里面包括工厂排出来的废气 汽车的废气 这些这么多的餐厅排出来的油烟 还有我们因为种子所使用的大量的化学肥料 垃圾里面的焚化厂去燃烧之后 产生的一些肺五菌 产生的一些重金属 甚至代奥心 这些都是让我们容易产生癌症的原因 因为这些毒物在充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所以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早失调 那大家的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没有办法接触大自然 每天生活上的节奏都很快 所以你没有塑压的管道 所以心里面的压力 这种长期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会造成癌症的风险 增强自己抗癌防癌的体质 有没有比较 您自己觉得是实践下方便又有效的一些方法 应该是说最简单就是 吃好的食物 适当的运动 然后要合理的疏解你的压力 基本上就是三件事而已 你应该要戴口罩 那不应该适当的场合就不要出门 马拉松在一个偏要点 已经五六十的情况下还去跑 那这个就是违反你的健康的一个原则 所以从生活习惯改变是可以的 第二个部分是规则的运动 运动是最好的良方之一 因为第一个它不用花什么钱 只要花你的时间 那这也不叫花时间 因为这是养生之道 所有的医学统计发现说 只要你每周有五次的运动 每次有三十分钟 也就是说每周达到一百五十分钟的一个运动量 基本上减少癌症的机会起码一半一次 即使你已经得到癌症了就以大肠癌 你的育后的那个存活增加一倍以上 比你用任何的化疗 你化疗还不见得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 即使你在化疗期间 因为很多医师还是有这个观念 化疗期间就不要动 不要去公众场合 不要动 他是怕你感染 这是好意 但是你如果去一个大自然 不会有什么感染的机会 空旷的地方 他做过研究 强度越高的运动者 他的愈后更好 所以观念是已经在改变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压抑的 这个疏解的部分 这个部分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因为节奏 生活节奏步调太快 所以我们很少有一天的当中 可以让自己静下 你要去寻找你的疏压的方式